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些衣服很棒 我特别喜欢 我觉得很漂亮 有很多颜色 很多花纹 这些优雅的衣服为狂欢节增色不少 我今天就专门穿了一身汉服 你看多漂亮的衣服啊 苏州和威尼斯其实是有很长一段的约缘了 有很长一段的友谊 希望这个友谊长存 希望这个两双双的合作能够永远地持续下去 苏州和威尼斯是友好城市 这些年来两世的开展的文化 把经贸各方的交流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效 也希望苏州为推动和威尼斯的友好关系 做出更大的贡献 恭祝大家龙年快乐 新春快乐 龙年快乐 威尼斯大地居民以及来自全球世界各地的游客 对咱们中国传统服饰所展现出来的热情 在现场也需要我们深受感动 随着今天学院活动的结束 2024威尼斯狂欢节也即将接近有声 不过我们穿山越海之梦江南 融媒新的行动却并未结束 下一站我们波特兰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